自打我做灵活就业之后 我就开始研究怎么搞钱 三年前我买了一些股票 到现在亏的一塌糊涂 昨天腰斩呢 我就清仓了 做投资这种事呢 就是得保存实力 我看风哥一说他也腰斩呢 他亏的比我多 他一天的亏损就能赶上我三年的亏损了 所以呢 我必须得割肉离场 保存实力 然后呢 今天就大涨了 现在呢 多少有点恍惚啊 多少有点恍惚 但是这种市场呢 什么时候离开应该都是正确的 我说的灵活就业并不是说失业的意思 就是说我在做各种各样的工作 打日节 送外卖 做短视频啊 这些说实话都没有什么门槛 谁都可以做 还有就是讲脱口秀什么的 我一直都想成为一个有钱人 我的师傅告诉过我 要想成为有钱人 首先你得先接近有钱人 看他们是怎么弄钱的 于是我就找了一些收入比我高的人当朋友 观察他们 然后是让他们学习 这个呢 是小丸子 他是一个做外貌的选手 也是一个脱口秀演员 属于是有两份工作 一零年左右来到深圳 靠自己的努力 在这里全款的买了车跟房 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外貌 我会简单解释一下 就是说 他从外国的客户那里接订单 然后找国内的工厂加工 产品加工好了之后 他再找船给他们运过去 当年我在富士康摇摩床摇的热火朝天的时候 他就已经开始做这个了 所以说 选择职业还是选择领域呢 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 上个礼拜天晚上小丸子来找我 他说要带我去一个非常牛的地方 有一个美国超市叫做Costco 我没有去过这样的超市 所以就非常好奇 就跟他去了 这个超市需要会员卡 一般像我这种价格敏感人群也不怎么敢消费 因为我觉得城中村14块的快餐更有性价比 然后他跟我说来这个地方可以随便试吃这里的东西 如果说你的胃口比较小 在这里赚几圈就能吃饱 当时呢 我非常震惊啊 一个财务自由的女人竟然来这种超市里试吃东西 当然呢 他也有他的解释 为什么要试吃 因为他是每年那么多 你会员费那么多 然后你这是会员的一部分 而且你不知道它的味道怎么样 你没法买就很多东西 因为Costco它是国外的嘛 它很多东西的口味不是规定符合我们的口味 你不尝 你不知道 买了肯定一踩零的 尽量尽量尝一尝 他说这里是会员制 一年交这么多钱 肯定得吃回来才行 逛超市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烤鸡非常的大只 非常得足 而且非常便宜 我就买了一个拿回去给兵哥他们吃嘛 兵哥他们在富士川引罗斯干了这么多年 估计也没有吃过这样的鸡肉 我猜他们会很喜欢 事实上他们也是很喜欢对这个鸡肉赞不绝口 完事之后 他问我的电瓶车网上用不用 不用的话借给他们 我问他们要去干嘛 他们说要去酒吧 我说为什么不邀请我一起去 他们说害怕我偷拍 哦 当时我就觉得我们之前已经有隔阂了 我没有想到我们游艺的小船翻得这么快 我冒着酷暑 特意的去国外的大超市 买了鸡肉给他们吃 维护我们的感情 到时没有想到他们去酒吧不喊我 我觉得我的青春结束了 我的富士康时代也结束了 我们的友谊也到此为止了 这个世界不应该是这样 我真的好心酸呀 一种莫名其妙的孤独感逮住了我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也睡不着觉 一直都在想一个事 就为什么他们去酒吧不喊我 当然最后呢 电瓶车我也没有借给他们 玫瑰 玫瑰 再跳美 玫瑰 玫瑰 最年龄 长虾还在你头上 玫瑰 玫瑰 又爱你